紧邻着关地庙 中央市场还有工会堂的建国公园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 市府在启用仪式上 以复古风欢迎大家的到来 市长林志坚也说到 他小时候住在香山的乡下 阿公会带他到市中心买玩具 建国公园就是记忆的一环 因为我们住在香山 那如果来到市中心 建国公园是必定造访的公园之一 因为爷爷会先带我到旧城区去买玩具 买完玩具之后 因为他会跟一些朋友约在建国公园 那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在路口处 有这种所谓的画林荣 就是卖一些杂物 古艺品等等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 整个公园的周边 有很多很多新属在地的美食 所以每一次都很期待 能够进到建国公园 建国公园也就是民众口中的三角公园 改造重新梳理树木 改善排水 增加五障碍步道 并在原有的凉亭处 新增霸台设施 希望年轻人和长辈都可以进来 那过去有几个问题 包括了它的树 它树形其实有很多树生病了 然后树形的修剪 第二个就是它整个空间很阴暗 你知道我们这边长辈很多 长辈的这个无障碍空间很重要 但是它太阴暗了 所以我们这次的改建当中呢 我们装了12盏高灯 跟42盏的这个景观灯 为什么要有这些灯呢 就是除了是景观很漂亮之外 最重要是安全 再来就是我们把一个年轻的因素 也放进来就是吧台 大家知道在台北很多餐厅很流行 历史站着吃东西 那我们这边那个霸台 就是希望年轻的朋友 能够走进我们建国公园 不是只有老人家来 年轻人进来 你喝杯啤酒喝杯可乐 这个霸台就是你最好的地方 当天的建国公园复古趴 由歌手黄建伟 刘学府登台传唱经典老歌 还有复古摇摆舞团 以及怀旧市集 和民众一起重温旧时公园的荣景 开博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 是个宝岖的 这个宝岖的 我去宝岖的 那一天